说起《言喜攻略》这部剧,应该很多观众们都很熟悉,这部剧是在今年暑期播出的,一经播出就好评不断,剧中的女主被英洛是一个敢爱敢恨,才智聪明,做事干脆的一个人,深受很多观众的喜爱,她曾经和茗玉,二情,共同在长春宫府市复查皇后,在英洛刚到长春宫时,茗玉看她很不顺眼,因为皇后娘娘很宠爱英洛。 这让茗玉很不开心,凭什么她一个心来,没几天的人能够得到皇后的器重,自己跟了皇后那么久,却没有那样的待遇,于是她不论在言语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做了很多坏事针对英洛,小编当时看到这里真的很不喜欢茗玉,一度以为她是个反面人物,可是实证明小编错了,而同为大宫女的耳情,当时就很老实本分,待人也很和善, 虽然她也有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心,可那时的她很软弱,没有将自己心中所想表达出来,当时小编也觉得耳情这么善良,善解人意,以后一定会是英洛的好朋友。 后面的剧情证明,小编这一想法还是错的,而且是大错特错,剧中,有一个情节是,皇上怀疑复查皇后和纯妃,有不正当的关系,于是她匆匆来到长春宫,想有质问皇后,这一消息恰巧被韦英洛听到了,她护煮心泻,打了一盆水,浇到了刚进宫门的皇上身上。 皇上本来就认为为英洛居心叵测,英洛这样的举动更厌,正了皇上的猜测,于是皇上就和皇后说,英洛有攀龙赴凤之心。 这让在屋里的明玉听到了,明玉误以为英洛想要借由皇后,成为皇上的女人,让她更加气愤,于是她回去和耳情说,你长得这么好看,说不定那天皇上就会看上你呢? 明玉无心说的一句话,却让耳情放到了心上,后来她就真的去引诱皇上,只可惜当时没有成功。 可是明玉的话语激发了耳情想要权势富贵的心,她从明玉的话语中得到了自信,认为自己还是很有自色的。 后来耳情一发不可收拾,在坏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明玉后来给耳情服毒,应该也是怕耳情说出,最开始她说的那句话,对她产生误解,明玉已经失去复查皇后了,不想再失去英洛这个秦童姐妹的人。 其实看完全集后,发现明玉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,其实她没有什么坏心,本文仅代表小编个人观点,你是怎眼看待明玉这个人物的? 欢迎留言,言喜攻略,为何是明玉给耳情味的毒药?她想隐藏一个秘密。 建议 中国人 中国人 神